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 众百姓都受了喜 耶稣也受了喜 正祷告的时候 天就开了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形状仿佛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耶稣是完美的人 没有需要为悔罪而受喜 但是无论如何 他为我们的缘故而受了喜 此外 他要受约翰的喜礼 连施洗约翰都觉得诧异 不敢遵从 他说 我当受你的喜 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但耶稣告诉约翰 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 尽诸般的义 于是约翰许了他 这代表着主耶稣 他真正的谦卑和顺服 正祷告的时候 是表示当时耶稣 是一直在祷告的状态中 天开了 表示敞开的状态 揭露了内容 移去了障碍 天开代表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而天开是因着正在祷告 这告诉我们 隐藏在祷告里面的祝福 和能力是何等的大 耶稣在洗礼的时候 听到的声音是无比的重要的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这句子是由两个引用句组成的 这是我的爱子 是从诗篇 第二篇第七节来的 每一位犹太人都认为 这一篇诗篇 是描述将来大能的君王 弥赛亚的 而我所喜悦的是从 以赛亚书42章一节引用来的 描述的是受苦的仆人 这种描述 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 表达到最高峰 而这两句话 把基督的受苦和做王 得荣耀相连在一起 暗示了一个属灵的真理 就是十字架受苦 是基督做王得荣耀必经的道路 耶稣基督因着顺服 而蒙父神的喜悦 我们这些神的儿女 要讨神的喜悦 也同样要效法耶稣的顺服